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這節繼續 跟大家說國際消息 這個 跟緬甸有關 事源就著緬甸的情況 近日 終於輪到英美出手了 不過也是 經濟上的制裁 還未到 更進一級的制裁 無論如何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實在緬甸的情況 非常之惡劣 簡直可以用內戰來形容 但是內戰 平時也說可能有兩邊都是軍隊 兩邊都是武裝分子 但是緬甸的情況基本上就是軍隊在屠殺人物 所以假如這些西方社會再不介入的話 基本上 緬甸就是一場人道的災難 這節繼續在詳細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訂閱我們現在的訂閱人數到了351,000 距離34萬還有40,000 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記得點擊廣告 看到廣告就盡量幫我們按廣告 可以 繼續播放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可以打開清單 教母聲 繼續播放 付費支持 希望大家能夠 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付費支持 升旗易得道 黃色媒體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最近在忙 這邊就是 合作社的事項 主要是幫香港人 來這裡生活 來到英國 北外乎主要有幾項事項要處理 主要是找屋 找地方住 以及交通問題 這兩項就是 一到步 未 未落腳要處理的問題 目前就是 車隊慢慢擴大 再比起私家車 再大一點的車 可以同時裝得多一點行李 應該是比較適合那些一家大小 舉家 拿著很多個行李 來香港的人 亦有很多 我們的 網友 支持者 常常告誡我們 要小心一點 其實我們也知道 有很多過來英國 不代表他真的是黃絲 實際上 真的有很多人走過來英國 其實就是藍絲來的 不過因為英國政府 推出這樣的政策優惠給他們 所以 就是急不及待走來移民 希望大家就留意情況 可能不要以為他跟你同機 一起飛過來 那個就代表他是黃絲 繼續 跟大家說回緬甸的情況 英美政府 同時出手 就是要對付緬甸 緬甸軍政府 緬甸軍政府 軍方其實操縱著 大量的商業機構 所以美國 跟英國就是對準著緬甸軍方 操縱著的公司 對他們進行經濟制裁 美國財政部在星期四的時候宣布制裁 由緬甸 軍方操控的兩大商業機構 一間就叫做緬甸 經濟公司 MEC 另一間就叫做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 MEHL 而英國也在同一天宣布制裁 這間緬甸的經濟控股有限公司 美國財政部就將這兩家公司 由緬甸軍方控制的公司列入黑名單 將他們所有 美國的資產凍結 預計這兩家公司所有跟外資合作的項目 都會中斷 根據消息說這兩家公司 由軍方敏昂控制著 控制著緬甸國內 很多不同行業的公司 在1997年成立 主要是做抗業和工業 而另一間MEHL 負責控制啤酒 香煙 還有電訊 還有房產 這些全部都是 跟國內 生活所需息息相關的項目 也在國內坐擁著 銀行 以及其他的土地 所以 什麼時候也好 經濟制裁一定是有效果 只不過是看你 想達到什麼目的 實際上 國家也是要做生意 很多時候 國家就是通過 做生意賺錢 所以在中國大陸也是相同的 其實他們就是 貼著這個官方 所以其實很多就是共產黨的幹部 出來做生意 其實他們所謂的生意 就是官方容許的 獨家利益 香港也是相同的 香港也是相同的 其實大家發現所謂做生意 兩個字都說得很好聽 生意 實際上 多數就是 跟當地的政府 其實就是息息相關 簡單來說就是勾結的狀態 香港其實也是一樣 香港 香港政府勾結的 就是地產商 這件事 就是 有很多人看不過眼 除了反對派 除了香港市民看不過眼 其實還有很多 親中人士 親北京人士 所謂土共 都對這件事相當不滿 這個話題我們會留在下一節再說 英國 宣布制裁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 說這家公司牽涉 就是侵犯羅興亞人的人權 也跟緬甸的軍方高層有關 很久沒見過南韜文 南韜文外相 發表聲明 說這次的制裁是針對著 緬甸軍方的經濟利益 也是針對著他的經濟利益從而撤斷 他的資金來源 嘗試從他的背後撤斷他的水源 同一時間美國 也是把他們放進黑名單 根據過往的做法 逢是被美國 商務部放進黑名單 代表國際上所有的其他企業 都不能夠跟他有交易 換句話說所有跟他做生意的 都必須要停止 原來看新聞 就發現 原來在3月初的時候 聯合國 也有呼籲過外資 要停止跟緬甸的軍方做生意 但是 呼籲是沒有用的 所以再留意到 就是真的要去到 美國和英國出手制裁 人們才會理解你 實際上 聯合國呼籲完之後 原來只有日本的麒麟公司 就是出來譴責緬甸的軍事政府 加上瑞典的服裝公司 就是H&M 因為局勢不穩 作為一個理由 停止了 當地 的廠商 跟當地的廠商落單 大家都知道生意不是說停 就可以停止了 這件事就可以理解 所以相同地在香港 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我們不會 去要求 支持香港人的人立即在香港不做生意 但是問題就是你做生意 必須要 保持良心 最低限度 不出來支持政府 其實香港人 你已經贏了 對於香港人來說 香港人 對企業的要求 真的很低 只要你不是出來公開說支持政府 其實已經對你們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了 大家也是很體諒的 你要出來公開說支持香港人 其實的確 很困難 只有黃店能夠做到 如果是大小小的企業 你也很難想像 在國內沒有生意 所以如果不是去到西方社會 利用這個 制裁的方式去對付 實際上你要企業 真的 良心 自發性的去斷絕生意 基本上就是不可行的一件事 當英美 在西方國家真的進行經濟制裁 那就不同了 企業就真的要認真考慮 到底 到底這個市場 你還做不做呢 這個是一個商場上面 就算是商業來說 如果一個政府 忽然之間對某一個國家 私家限制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重大的商業環境的改變 作為商人 應該在合理的時間裏面 就應該把你的生意模式改變 或者撤離你的業務 當這件事明知 而又發生着 你還繼續走去 支持中方的時候 這個 絕對 需要承擔所有政治上的風險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們這個問題 到底香港的匯豐銀行 還有沒有運行呢 我們可以從政治的判斷 你可以看到 完全站在一個位置 兩面不是人 作為一個商業機構 你站在一個兩面不是人的位置 只能怪你 經營不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